私地公園之前 然後很高興可以看到就是 在這個難得的週末裡面 然後大家還願意陪我們一起討論 就是這個私地公園的未來跟想像 但是在我們進入這個私地公園 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私地公園本身之前 然後我們希望說把尺度拉大一點 然後而且我們也邀請各位專家 然後來跟我們分享說就是 到底這樣一個私地裡面的一個都市公園 它到底在都市裡面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我先為大家就是鋪陳一下說 就是詠春啤它的環境跟它周遭的狀況 那詠春啤私地公園 我們現在是就是在這個松山加山 那旁邊就是詠春啤私地公園 那詠春啤私地公園 它是位在四壽山三角下 那它旁邊你可以看到就是 古報師向山 然後它旁邊就是登山步道 然後我不知道早上大家怎麼來的 但它其實是離捷運站 詠春捷運站跟向山捷運這樣走近 你只要騎著U-Bike 或是旁邊有一個公車總站 其實很容易就到達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詠春啤私地公園的旁邊 有一些潛在的 公公共實用的綠地 比如說松山加山、詠春高中 還有旁邊的詠春國小、玉城公園等等 那等一下黃老師 黃恩賦老師就會幫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從這個四壽山到基隆河之間 這些散落的綠點 到底對都市裡面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我們這個私地公園啊 它跟一般的在市區裡面的公園 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說 它很靠近四壽山 那很靠近四壽山 靠近山有可能有一個危機 特別是說它又有水浸啊 就是它目前它東南邊的這條爆山溪 它是屬土石流的警戒區 但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我看到這個私地公園會不會很警戒 但是大家也不用那麼緊張 因為其實你看大地工程處已經在這個 流進來詠春批私地的這個 這個爆山溪跟獅山溪 它已經在上游有做相關的一些整治的工程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到說 前兩天颱風嘛 然後還好台北沒有狀況 沒有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其實平常我們在雨 比如說雨後的那個雷震雨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可能就已經下到 比如說豪雨的狀態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說 在我們的分析裡面啊 你看基隆河它都已經搞不好 已經淹一公尺了 可是我們的基地這邊 可能頂多淹到腳踝 或甚至不會淹水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我們又在上游的部分 那你可以想說 那就是基地 我們位在比較高的地方 沒有直接問題 所以我們就不用做治癌了嗎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請到 林祭司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就是為什麼我們這個私地公園 也要就是一起分擔都市裡面的 羽毛管理的問題 好 那從歷史的角度 剛剛我們講的是現況嘛 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你可以看到說 永春培它不是只有單一的培 你可以看到它旁邊還有中培 後山培 青莊子培等等的 然後它是在清朝的時候 然後先民們就是依著這個山寺 然後足齊取水 然後可是這足齊取水的狀況啊 到了就是比如說日治時期 嵩山煤礦開始開採之後 狀況就開始發生改變 因為你開採煤礦 然後開始有東西往下流 所以永春培就慢慢的淤塞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1951年 嵩山家商 你看我們永春培基地在這裡 現在我們再來充山家商 其實就把大部分的永春培給填掉了 然後在1956年的時候 這個永春培的這個基地變成一個營區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永春高中建校的時候 這個地方已經完全都沒有水了 好 那我簡單的鋪陳到現在 然後現在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郭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從大台北尺度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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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還有我們今天在座 有機會 台北市政王的長官 早上非常高興 能夠跟大家來聊一下 這個台北 他的生態到底是怎麼樣 可是 這套東西 大概是我 很 早期的時候 為了台北的生態所整理的 但是今天我想 因為時間很短 我只想重點 那首先我想談的 我想用一張譜來談 首先我想談的 就是說 我想談的 就是說 其實在台北市 有很多我們眼睛可以看得到的那個景 它是世界級的特色 那譬如說像什麼呢 譬如說 如果我們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台北的話 其實 呃 台灣都非常的小 那 我最近有一年做了一個事情 就是 因為那一年 我剛好在美國的哈佛大學 剛好 我們有鑰匙可以進到圖書館裡面去 那我就在想 呃 以前 我在 呃 玉山這個地方做了三年的研究計畫 那我們 我想我們在座 可能有人去過 呃 去爬過這個山 呃 我們要爬 玉山的時候呢 會從嘉義 那 嘉義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